哈囉 各位朋友 大家早 今天我們要去 一個工地 就是它那個工地 還蠻酷的 就是它的地上都被老鼠挖到 全部都是洞 然後我們要去買那個 砂石 就是大顆的石頭 然後我們要去買那個 石頭把那個洞把它填起來 之後再把 它的地面的部分 把它鋪平 然後現在我要先把車上的 工具還有工具箱 全部都先撤下來 那我們等一下見囉 OK 剛才工具箱已經掉下來 然後要用的工具 都在這邊 就這幾樣而已 然後電風扇是因為怕等一下會很熱 因為它那個旁邊都圍牆圍住 沒什麼風 所以 想說帶電風扇去吹一下這樣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先去 三星載那個 石頭 石頭呢 其實就有點類似 像這種 可能會比這個再大顆一點點 對 因為它那個洞 真的是超級大 我真的沒有看過 那麼大隻的 老鼠挖那個洞 那個應該 土拔鼠或是穿山甲吧 等一下到那邊 我們再拍給大家看 那個洞 我整顆頭是可以 塞進去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客戶一直說 那個是老鼠挖 可是我覺得那個 怎麼講 就是你看起來不像動物挖的 你知道 因為你動物挖的一定會有一些痕跡什麼的 可是它那個 就不是動物有挖過的痕跡啊 它那個就是 我感覺像是有人去清過那個洞 就是 可能是動物挖完之後 然後 客戶他們 或是誰 有自己去 可能有清過 或是有去挖過那個洞 因為 動物挖的痕跡都已經不見了這樣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 要去把那個洞把它填起來 因為 這樣子老鼠就不會再跑進去 不然一直跑到 一直跑進去 也是很麻煩 然後 工具箱呢 已經掉下來了 工具箱就在這 這個超重 這個應該 兩三百公斤吧 OK啦 那我們就先這樣 然後 等一下到 沙石場那邊的時候 再說囉 來現在我帶大家來去看那個 工地的地方 就是在這 這個洞 這個洞是不是很大 你看我的拳頭 我拳頭其實已經算不小了 這個洞要把它填起來 然後 這邊 全部都要用那個 我剛買的那個石頭 全部鋪平 然後 這個也是老鼠挖的 這個也是老鼠挖的 那我們就先開始弄吧 晚點見 拜拜 完成之後呢 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我剛才的洞 兩邊的洞 都有把它填起來 然後斜斜的這一個 是因為 客戶 就是老闆說 他就是要這樣斜斜的就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弄斜斜的 然後 平整度的話 老闆說這樣子就可以 不用再繼續平 所以 原則上也就是先這樣子 OK OK 這裡都在 樹裡面 OK 原則上今天的工作就先這樣 然後下午的話 我要去 另外一個地方 再採料 那我們就先這樣 晚點見 今天的午餐吃大粥肉羹 上次有跟大家介紹過 我們下次再找時間 呃 來這邊 錄一集 就是 錄這邊 來這裡要吃什麼 然後 有什麼是一定要吃的這樣 現在我們這個圓呢 大致上都已經完成了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 他這個到時候要鎖 所以我 我剛才呢 都有鑽洞 洞在這裡有沒有 總共 有六個洞 對面這裡 手指頭 這裡也有一個 總共有六個洞 然後 我要把 外進的這一邊的這個洞呢 再把它洗大一點點 這樣子就是 到時候如果說 直直的鑽進來 鑽到東西 如果我們可以 左右以下 就有空間 不然這樣子的話 其實是 剛好直直進來的 完全沒有可以移動的空間 那我們現在趕快開始弄吧 好啦 剛才那個圓呢 我們已經完成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等 好天氣的時候 我們再去 山雕腳燈塔那邊安裝 那個圓就是 大家在前幾個影片可以看到 我去山雕腳燈塔那邊看工作 然後就是 我們的工作部分就是那個圓 然後之後再去那邊做安裝 然後 因為我昨天看氣象說 再來好像會連續下雨下好幾天啦 所以 什麼時候可以去我也不知道 就是完全要看天氣 然後等好天氣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去做安裝這樣 然後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啦 如果你還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分享 訂閱按讚 然後別忘了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才能收到我的最新資訊喔 還有對了 我的Facebook還有我的IG 粉絲團都已經正式啟用了 所以呢 麻煩大家多多到那邊去按讚喔 那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